XD太郎 哈囉大家好 我是XD太郎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我們來聊聊這款Jump Force豪華版SWITCH的版本 講到這款遊戲呢 當然講到裡面的角色就不用多說 過去的夢幻中各個Jump漫畫裡面的一些角色 都幾乎收入在這款遊戲裡面 而過去在2019年2月份的時候 在Xbox One、Windows、PS4上面 都推出了這款遊戲的版本 後來經過整合一些遊戲的新的內容之後 今年在8月27號發行了SWITCH的版本 到底這款遊戲好不好玩 值不值得玩呢 太郎想跟大家好好地分析介紹一下 之前發行的Jump Force這款遊戲 它裡面收入了包括 七龍珠Z、航海王、火影忍者等等 共17本漫畫的角色登場 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夢幻組合 當時也讓許多玩家為之瘋狂 現在這款夢幻遊戲登上了SWITCH的平台 並且推出了豪華版的版本 它除了原本的內容之外 也更追加收入了低彈角色套票當中的9個角色 登場的角色總數也超過了50名 並且支援SWITCH的臨近主機的對戰功能 所以最多可以6個人連線同樂 這樣打得很愉快耶 你在遊戲中可以任意操作喜歡的角色 以3對3組隊的方式來進行對戰 在戰鬥的操作上 只要用ZR加上其他的按鍵組合 就能簡單地施展出角色的大招 所有登場的角色的招式與動作 也都是忠於原味的完整呈現 所以戰鬥起來的感覺真的是熱血沸騰 遊戲一開始會要求你自創一個虛擬化身 可以任意設定各種髮型、服裝、飾品、特徵 這些部件造型全都是來自於遊戲內收入的角色中 讓你可以自由開心地打造出屬於自己的虛擬化身 不僅如此 這個虛擬化身也可以自行設定大招 上百種來自人氣角色的招式都可以任你搭配 真的是超爽的 我想要把龜派氣功跟其他的技巧結合在一起 在這款遊戲當中也是可以完全實現的 看完剛剛的說明跟介紹 其實不管他做得怎麼樣 太狼就入手 因為這是愛 我已經把它收藏起來了 因為之前的作品 在其他版本我也都有收藏 不過平時也有論 以遊戲的版本跟感覺來說 這款遊戲畢竟它是用Switch的主機 受限於硬體機能的一些限制 如果你是純屑空外貿協會來看待遊戲的話 可能你家裡正好有PS4的版本 再去打開Switch的版本 可能在畫面的表現上你會有一點點落差感 而且可能不是一點 可能是好幾點 那如果你會認為這是一個障礙的話 那你可能就正常去玩其他隨意平台的版本也可以 但如果你覺得這還是在收集上面有一些價值 那這個也非常值得入手 因為它畢竟是Switch可以隨身帶著玩 你平常在外面你不可能隨身抱著PS4 所以以玩的變異性來說 它還是相當有好處的 而且在這代當中因為是豪華版 也收入了更多在其他版本當中要download的角色 所以它還是相當有價值 那就看看玩家你做什麼樣的思考囉 大家好我是愛玩達人SDK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支持我們的話 歡迎到FB的ACJRK粉絲團 按讚分享然後追蹤我們 如果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呢 也請你們訂閱按下小鈴鐺 這樣有最新的消息我們就會通知你囉